航空協会最近写了一个封信 给美国交通部跟国务院 要求什么 之前不是中美航班要增加吗 要求停止准许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就跟战争有关 中国的航空公司飞机 都可以通过俄罗斯领空 但美国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油料 各方面等等 中国航空公司带来很多优势 这补充给大家 我请接大使谈一下 另外一场战争 就是在中东尾巴的部分 那都说伊朗要报复 到此刻为止 讲了一个多礼派 为什么还没有 然后美国驻以色列使馆 也发布了安全警报 实施了旅游限制等等 以色列也关闭了很多大使馆 那而华尔街日报 又引述所谓的知情人士说 以色列在24到48小时内 遭到伊朗用中程飞弹攻击 包括南北都会正在做准备 那布林肯想来想去没办法 所以说要去拜托中国外长 还有其他国家的外长 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说服伊朗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我布林肯实在是没办法了 拜托你王毅 拜托你A啊B啊 你们去跟伊朗讲一下好不好 先不要这样做 然后所以一天之内 我们看到他跟这个大陆 还有跟土耳其沙特等等 外长马不停蹄地打了很多电话 齐大使 对其实在这个战术上来讲的话 你拉开的弓 你射出去的箭更有威胁力 你把弓拉着可是你不要射 你射了以后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这弓拉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大 你看现在以色列紧张了 以色列军队他也要动员 对不对 待命啊 那国内各种都待命 那现在拖了你一个礼拜 搞得人家鸡飞狗跳 那拖两个礼拜 他不是更麻烦吗 所以我觉得他 这个伊朗的这个战术运用 我觉得是蛮灵活的 他不断的在 他说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可是呢 这个报复过程中 已经造成很多现象的改变了 对 以色列的军队也被牵制了 对不对 以色列的28个使领馆都已经测空了 那你不能永远测空了 你打完以后他就可以回去了 可是我就是不打 那你那些使领馆 在那边要空到什么时候 所以他这个用这个战术 其实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我也不认为他 我猜了不会这么快 不会这么快 那我看很多人就讲说 其实你要看伊朗过去 常常被 他被攻击过很多次 包括苏拉曼尼也是被打死 都不是在伊朗境内被打死 都在伊朗境外被打死 苏拉曼尼也是 他在伊拉克被打死 被美国的这个无人机 那个精准打击打死 那这次以色列也没打 以色列也没打伊朗的本土 对不对 他打的是以色列驻这个 这个叙利亚的大使馆 所以以色列 叙利亚能够 不是现在伊朗能够报复的话 以国际法来讲的话 那应该就是说 就是说等比的报应 报复 如果你今天就打 以色列的本土的话 事实上你就有一点点过头了 你这个报复就过头了 那可是这个伊朗的 不管它的最高领导人 还有它的外交部门就说 我们的驻外的大使馆 就形同按照国际法 就是形同什么 就形同伊朗的国土 那是国土的延伸 所以你打我的大使馆 就等于打我的本土 所以我们不排除 要打你的本土 这句话讲得很有威胁性 所以就不致说 你以为伊朗只会打 它的以色列驻外使馆吗 也不见得了 伊朗讲的是很有弹性的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已经 达到它的目的了 那过去以色列基本上 比较头痛就是说 第一个这个叶门的这个叛军 基本上是伊朗在后面当 那这个黎巴嫩的这个 真主党也是 所以伊朗医师一直是用什么 代理人来跟以色列打 整个事情就是搞得美国头很痛 这个纳特亚胡 反正他有他自己的私心 你怎么看待这个布林肯 去拜托王毅这件事 这个很正常 这非常正常 其实国与国之间都是一码归一码 这个时候美国想要把这件事情 要跟伊朗讲上话的时候 他一定找跟伊朗关系比较近 那你看跟伊朗关系近的 就这几个国家 那是一码归一码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搞不好 可是该要去请中国大陆帮忙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就会去请 那这个就是外交了 那不能太拘泥于 一些怎么讲 一些形式的 外交是以达成目的为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就是现实主义外交 那我觉得基本上呢 如果伊朗把这场战争扩充 也就是现在最怕的 大家都怕的所谓的 尾巴冲突的这个扩充跟升级 溢出效果跟升级 那事实上 对土耳其对中国大陆帮助沙特来讲 还有欧洲国家来讲的话 都是希望这场战争不要再升级了 因为再升级的话 你现在石油已经涨到90块一桶了 那中国大陆帮忙买石油 对不对 那很多都要石油供应 那你社会的国际的整个经济秩序 也就受到影响 所以牵引法动全身 我觉得伊朗现在就等大家来找他谈吧 然后呢 美国也已经摆明态度了 美国就说 我已经跟伊朗交好 你很搞清楚 是以色列打的 不是我打的 你不要再跟我算账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 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 这个一个建立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伊朗 这一招还蛮高的 一个俄乌战争 一个在现在又有伊朗 以色列 巴勒斯坦等等 美国头很痛 那这个苏利文的 这个肋骨问题 连日来登上这个新闻版面 越讲越奇怪 那反正他本来去沙特 后来没办法去 说是骨折 然后从骨折 后来是肋骨骨折 然后呢 他去基辅访问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露面过了 对不对 那好歹 苏利文 他这个美国这个 白宫国家军事务助理 跑到这个千里条 跑到基辅 见了泽伦 连张照片都没有 这也是 这个奇了怪了 所以呢 大家反而推回去 真的 什么照片 就一个简单的新闻稿 那现在又传出 可能没有很 很轻微 说他有可能是重伤 肋骨 在胸部这边 是不是还甚至有人 陆媒讲得很夸张 什么开胸手术 等等之类的 然后再反推回去 Austin的那个膀胱癌 是不是也有点玄机 是不是也在这个访问 这个乌克兰之后 好像就没有什么消息 然后他们的健康状况 都很悬 亮哥你怎么看在 苏利文的肋骨 等于是拜登的国安顾问 跟房长都出问题 是啊 真可怕 而且都是去完基辅 回来就出问题 我认为如果基辅 真的是因为发生什么 爆炸啦 然后被震到 然后不小心受伤 那就表示俄罗斯的斩首 已经没有在管对象 不就这个意思吗 不然你怎么会被炸到 因为情报很灵活 因为你应该是跟 折仑斯基很接近才对啊 不然你会在哪里呢 俄罗斯以前怎么可能去炸 折仑斯基呢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跟你讲说 这个普京现在已经不管 有没有谈判对手了 他要巩固他自己的阵地 打到他要的地方 然后自己建立军事缓冲就是了 我认为他的思考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苏立文可能自己没有判断好啊 没想到真的来做斩首的打击啊 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折仑斯基差一点被炸到 所以你没发现折仑斯基 现在很少在外面走当的照片吗 以前常常嘛 对啊 以前常常在外面走来走去啊 最近为什么都没有这种照片 就表示俄罗斯的斩首已经不分对象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坦白讲这种战争啊 就是硬碰硬了啦 那现在美国跟欧洲就是在算 他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够阻止这个攻势嘛 那算来算去实在是没有把握 就代价太大了啦 这个棋看起来快要下完了 快要这个到终局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硬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